中華民國政府從牽台以來 從來沒有對一個國家 單一國家 進行這麼多項的一個制裁項目 那當然地方政府也中斷了 跟菲律賓相關的城市的一個交流的活動 不只是為了要爭一口氣 而且還是要強調就是 要希望菲律賓的政府 包括他們愛笑的總統 真的 別再笑 可不可以稍微嚴肅一點 看待我們的需求跟看待我們的回應呢 所以我們現在的國軍從昨天開始就出發 依照按原定的計畫 真的就展開了海上的軍事演習 一起先從新聞來開始看起 選定在菲律賓巴丹群島的西部海域 距離鵝鑾比約100海里 海軍派出馬弓箭 承德艦 和多艘光六飛彈快艇 空軍也有幻象 一部推空中預警機 以及海巡署三艘艦艇 這次演習利用上午演練通信救援 下午反水面作戰 不過只有行動沒有實彈射擊 引發議論 但是國防部與海巡署 用行動表達互語 海性利品到底 俗話說 演習式同作戰 這一次的海巡跟海軍空軍聯合的演習 就是要展現我們護漁的決心 可以看到從昨天出發 我們有講過各級的艦隊 包括最大頓數的既得艦也都出發了 還有在空軍原本是F-16 但是因為有要裝備整修的情況 所以換成幻象2000來支援 所以就在北北20度 我們今天也真的有跨過去了 而且一直看能夠多推幾度就幾度 雖然這個線不知道是誰規定的 但沒關係 我們至少已經算是創下新的歷史紀錄 就在這一個巴丹群島這一邊 展開我們的聯合演習 但演習的內容 演習的過程 這個還是要問軍事專家 您看到了什麼現象 對 我們這次演習 就是很大特色 我們把北緯20度取消了 所以以前是有一個所謂 暫定十把線 自我射線 對 怕引起雙方的糾紛 而且我們講過那是我們自己射的 真的沒有規定說這條線 對 我們把北緯20度取消 所以我們的這個台南艦 這個深入20度引南 大概30海底左右 然後我們這個馬弓艦也深入 大概到這個北緯19度40分左右 大家可能覺得這是數字的距離 但是真的是我們第一次 對 我們第一次 就是軍艦和海巡艦都突破 而且更重要就是 我們把這摸字型也給它縮小 摸字型也縮小 結果以後漁民可以更接近巴丹島來進行捕魚 而且我們從這次這個編主可以看到 就是典型的一個海軍和海巡配合的一個操演 也就是這個海巡艦在前面 軍艦在後面坐鎮 就是輕兵在前 重兵在後 這種相互支援這個模式 然後另外我們這個艦隊一出海 進行很多操演 包括剛出來進行這個 包括反快艇或者這個掃雷操演 然後後來是與這個海軍和海巡之間 進行的一個通訊方面的演練 我們知道海巡海巡是屬於兩大公務單位 他平常是沒有什麼演習的機制 所以通訊如何聯絡 如何確定狀況 這個都是這一次訓練的有灘難裡面 這未來是他們相互之間長期以後 執行戶魚和海軍支援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而且兩個單位互相配合 當然要演習還要去協調 是是是是 而且我們認為這次以後更長遠 大家把這個任務常態化以後 這必須要常常演練的一個項目 那另外下午這個作戰支隊 就要進行立體化作戰這個操演 怎麼說是要立體化呢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馬工艦 它的這個雷達涵蓋範圍400公里 它的防空飛彈 還有這個反艦飛彈 它的這個打擊面 這個半徑都有100多公里 它的這個海空作戰能力是很強 那另外幻象2000也在空中提供 這個空域這個安全的這個保護 戰鬥機都出來 然後另外還有E2K在空中 進行整個海域的這個監控 提供必要的這個情資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次操演是把這個 整個作戰支隊的這個 海空聯合作戰這個形態來展現 展現了我們這個海空軍 對於整個海空域的這個 完整的掌握能力 那紀元哥以前我們有類似 這樣子的這樣子合作的這個演習嗎 或者是你或者你看到了 過去的一個經歷 你在對比現在這一次你覺得 你看了你覺得你有滿意嗎 當然其實很可惜 就是陣仗打開 陣仗打開 可是見出銷沒有見血 基本上就是 大家期待的這種象徵性 哪怕是象徵性的這種實彈演習 對 還是沒有 對 如果說打飛彈距離太遠 我們必須要事先公告 我們可以打輕兵器 譬如說機槍步槍這種 其實倒是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展現一個肌肉之魚 一個準出拳的態勢 我覺得演習本來就應該這個樣子 是 而且這種近距離這個武器施打 其實據我們的了解 其實是否需要這個 事先公告其實很有意義 對 而且它這個目射範圍 這個做操演 其實不會對海空去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是認為這一次 沒有在這個部分加強 事實上小小的扣分 記得見上口徑最大 射程最遠 能到150公里的標準二型防空飛彈 裝上藍色的模擬飛彈 配合後方的五吋炮 以及軍艦上頭的方陣快炮 來進行防空反水面備戰 另外 純副武裝的海軍立說 模擬軍艦遭受戰損 艙內發生火警 就火煮拉水線進入艙間灑水降溫 下午開始進行的護雨演訓 全都在艦艇回程中進行演練 海軍呈繃緊神機不懈怠 記得見首次來到台飛戰定執法線 河海軍署兩天一夜的護雨軍演順利結束 那漁民更希望 這不是暫時的作為 而是要能常態性的保衛海權 維護漁民的安全 一起來看看 從昨天我們就有在探討 就是其實蠻有象徵意義的 就是那條我們自己說的 這條北緯20度的這個線 我們真的跨過去了 而且在昨天的3點50分的時候跨了過去 然後到了4點50分下午的時候 我們跨到最難了 來到大概北緯19度的這個地方 哇 這樣子有任何什麼樣的 對我們海權宣誓的這個意義 在這當中嗎 當然最重要的意涵就是這個執法線 戰地執法線 以後沒有了 那就抽掉了 以後不要再講北緯20度 對 下面都是我們的 是是是 而且以後海巡的這個巡航範圍 不要再受這個線拘束 那可以大膽往南 我認為以後海巡或者海軍 他們以後徵詢或者執行這個 這個護漁任務 他就不再拘束這個 不再拘束 所以讓菲律賓他們在講說 在這個地方他們的領海 打我們的這個船就不成立 就不成立 那以後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打回來啊 而且最重要的 以後可以試我們的這個 這個執法狀況 那適時的把它的這個漁船 我們認為違法 就把你拘捕回來 就拘捕回來 看你菲律賓有多少漁船 可以讓我們拖 因為你同樣的道理嘛 你這麼不講理 而且這個地方海空域 其實對我們這個國軍 要完整監控 其實是這個措作有益 老師有辦法 不只我們有預警機 我們長程預警雷達 最難可以看到太平島 可以看到太平島 所以要看這個地區 其實一如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且周邊的這個 空軍基地 海軍基地 其實距離都很近 我們覺得有後盾 那這樣基本有必要以後 就再來再常態性的 再難一點 再宣誓一點這樣子呢 當然如果說看菲律賓 還不乖 還要再作文比賽 還要再欺眠大家 我認為我們事實要展現 更大的強力 什麼意思 實彈嗎 實彈也是考慮之一 實彈也是考慮之一 另外就是常態性的演訓 護瑜 再加上事實的拘捕 而且不要管美國了 對不對 要拿出GOTS 真的是要硬起來收 因為就像我們已經強調 我們不求戰 但是我們不能拒戰 但是我們不能拒戰